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8月31日,星期六,这里是银爵之光,展现大洋洲的纯美城车,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我是您的老朋友岳哥,现在我就播发一条快讯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杨伟已经在加拿大当地时间8月28日被官方遣返回中国 根据航班的信息,在北京时间8月29日,杨伟和陪同护送他的加拿大的官员应该已经抵达了北京 那么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8月31日的上午了,那么我就联系到了盛徐女士以及旅居德国的廖一五先生 目前这两位都没有得到杨伟报平安的消息 我在北京时间8月30日的下午得到了盛徐女士的回应,他就表示他没有得到关于杨伟的任何的消息 我在北京时间8月31日的凌晨得到了旅居德国的廖一五先生的回应 他说他没有得到关于杨伟的任何的消息 廖一五先生同时告诉我,根据程序,北京的国安方面将会通知四川的国安部门将杨伟接回去 北京时间8月30日下午和晚间,大陆的机构媒体已经援引西方媒体的报道 指杨伟已经被加拿大方面引渡回到了北京,但是没有报道杨伟落地北京的消息 所以可以简单的说,从8月29日落地北京到今天8月31日,杨伟已经是两天音讯全无了 就目前信息来看,杨伟是全球范围之内第一例被驱逐回中国的六四政治犯 而加拿大方面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驱逐,是因为杨伟在加拿大之内的一系列的犯罪行为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在2012年9月,杨伟在搭乘公交巴士时与司机发生争执 他用刀将司机刺成重伤,他因此被判刑多年 在2012年,杨伟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 而根据加拿大联邦法院的档案,由于严重的犯罪行为 杨伟在2009年和2014年被联邦机构发出了两份驱逐令 杨伟的辩护律师以及旅居加拿大的持不同证件者盛雪女士 一直在努力游说,希望相关官方能够确认杨伟的犯罪行为 是因为他的心理健康出了问题,但是显而易见 这些努力都没有阻止驱逐令的下发和实施 在积极营救杨伟的盛雪女士之外 还有旅居德国的知名作家廖义武先生 也坚决反对全球首例遣返六四政治犯 在8月29日,杨伟被加拿大官方驱逐的第二天 廖义武先生透过社交平台做了这样的表达 他说,法兰克福汇报整版刊登了我的两封 反对全球首例遣返政治犯杨伟的呼吁书 我坚持认为将一个患有严重精神疾患的前政治犯送回造成 这一悲剧的独裁中国是对民主人权价值观的颠覆 廖义武先生还透露,在他的呼吁书发表之后 他收到了很多的反馈 廖义武先生是这样说的 好些人给我写信,指责我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 不干正事堕落到炒作歹徒和垃圾的地步 他们纷纷强调,他捅了公交司机13刀等暴行 简直十恶不赦 接着又给我不少中国官方和海外反动网站的链接 我发现在这一事件上 中国官方和海外民运大多数人认知是高度一致的 他们忽略了杨伟是我的六四育友 是子弹鸦片中的一个悲剧英雄 还忽略了纽约时报等众多西方媒体经过调查得到的真相 廖义武先生还列举了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 经过调查得到的真相一共是四点 第一点,杨伟已经被判刑坐牢七年 是刑满后就直接转入移民羁押 接着就遣返 第二点,今天华人媒体所渲染的 他的种种暴行是在七年前而不是现在 第三点,加拿大政府明明知道他有严重的精神疾患 却拒不采纳专家鉴定 也没有必须的康复治疗 就以七年前的已被惩处过的威胁公共安全罪驱逐一个可怜的病人 第四,而造成这些暴力心理疾病的根源是中国监狱 我是证人,许多六四政治犯育友都是证人 他曾经是个英雄,做过惊天动地的事 他因此被警察殴打多次 身体和精神都有极大问题 但是加拿大政府只是提供了政治庇护 在他出现种种无法自控的异常时 只是抓起来,并大肆眩软其危害性 致使杨伟在加拿大失去任何社会同情 并将这一可耻记录作为驱逐判决的最有力的证据 这是有煽动排外嫌疑的 在华人之外,加拿大本地的西人也对加拿大驱逐杨伟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前外交官查理斯伯顿在接受加拿大本地英文媒体的采访时就表示 他认为,杨伟的案件虽然与导致加拿大和中国关系降温到最低点的僵持没有直接关系 但杨伟在此时被驱逐出境 不能说全部,但至少部分原因就在于加拿大此举是为了改善两国的关系 加拿大官方否认了这种说法 联邦安全部长的发言人在回应时就表示 加拿大边境局做出遣返杨伟的决定并没有政治因素 有关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杨伟被加拿大驱逐回中国 引发了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的无限感慨 他写下了一段话 而廖义武先生特别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强调 胡平的这堂话让他潸然泪下 以下就是胡平先生的感慨 我们作为这一则视频的结尾 胡平先生说 杨伟在加拿大犯法为何行后要送回中国呢 就因为他这永久居民不是公民吗 这样的做法与香港的送中有何不同 杨伟曾在中国坐牢 到加拿大后犯法可能出现心理问题 又无经过心理医生的鉴定 就这样匆忙把一个民运人士送回中国 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是可以想象的 当加拿大人在中国牢狱中受非人对待 加拿大怎么忍心把他送回中国 难道找不到一条人道路理由 让他留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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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